五盘 美股维持涨势 圣诞节前焦头清淡 北京时间24日凌晨 美股周四五盘维持涨势 圣诞节前焦头清淡 研究显示奥密克荣感染者的住院风险 低于其他毒株 提振了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信心 周二 来自南非的一项新研究表明 感染奥密克荣变异毒株者住院的可能性 比感染其他毒株的人低80% 周三美股收高 道指上涨0.7% 两天累计上涨超过800点 Apple的重资投资策略师Andra Qualcalfis表示 12月本不应该是个股市大幅波动的月份 但我们要感谢奥密克荣变异毒株的消息 周四经济数据面 美国劳工部报告称 截止12月18日当周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20.5万 前值为20.6万 利期20.5万 另一份数据表明 美国11月核心PCE物价指数年率录得4.7% 刷新1989年以来新高 美国至12月18日当周初 请失业金人数录得20.5万人 符合预期 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环比增长0.6% 同比增长5.7% 创下1982年以来最高水平 美国财经媒体评论称 11月PCE数据 耐用品订单月率略微高于预期 强化了美联储日益强硬的理由 股价走低 此前腾讯公布以食物分派 京东之A类普通股之方式宣派中期股息 大麻药品制造公司R&D三锤股价走高 此前FDA批准烟草产品的营销 以帮助减少尼古丁的使用